国内210所大专校园 校园内唯一拥有温泉的 更新健康管理专科学校 善用宜兰校区 位在国内外知名的 青葱产地三星乡 以循环再生理念 由台北宜兰两个校区的全校师生 开发地方资源 善用三星葱的葱根 研发一系列保养用品 也开启扰动地方创生的根源 2020年台湾企业永续奖 更新专校以宜兰三星葱创新计划 获得大学USR永续方案奖 由校长林淑文代表全体师生 上台接受表扬 医院HSR永续方案奖 及大学USR永续方案奖 理科学法人 天心健康管理专科学校 我们欢迎林淑文校长 林校长 恭喜您 恭喜您 您获得大学USR永续方案奖项 恭喜您 恭喜您 请看前方的美女朋友 荣耀的课 精彩的课 修云宁 我们跟这个企业界跟我们的农民共同来努力 然后大家来发大财 共创这个经济的效益 冲耕已经是以冲的价钱来做一个经济的效益的发挥 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在三星还有很丰富的是米 那我们也在努力怎么让米的米糠 是大家认为是一个农器物 我们团队跟农民跟企业 共同让它变成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来创造在地跟学校 未来再接下来有光荣跟光耀的五十年 为感念亚洲第一位荣获教宗任命的田更新书籍主教 成立更新医院外 于民国六十年开始深耕高级护理助产人才的培育 九十年改制为专科学校 九十七年正式成立更新健康管理专校宜兰分部 在校长林淑文与副校长黄炳心 以及授课教师周周往返台北宜兰的努力下 实践尽天爱人校训 师生以在地资源善用生物科技技术 对应社会高龄化发展 培养健康生活专业人才 走进社区为地方服务 我们是真正的是从做中学学中做 而且根据媒体的报道 我们专科的就业率 我们的就业率是最高的 远比大学还高 他可以直接延伸到就业 也可以继续再往大学再进修 所以对专科的学员来讲 他进可攻退可守 我觉得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尤其我想对实作上面 更是有对实作有兴趣的学生 他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即将迈入半世纪的更新健康管理专校 以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 在宜兰校区推动宜兰三星聪 六级产业推广地方创生计划 获得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 所举办的台湾企业永续奖 当中大学USR永续方案奖的殊荣 是TCSA邀请两位教育部前部长 以及专家学者所评选出来的亮点学校 更新健康管理专校 带动产官学 推动农村创生工作获得肯定 更是宜花东唯一得奖的大专校院 也是全国唯一专科学校获得这个殊荣 颁奖典礼上 蔡英文总统感谢与邀请各国外交使节 见证台湾人民爱护环境 关怀在地的行动力 大家的努力都呼应了台湾重要的国际发展策略 在疫情冲击全球的当下 我们不仅在防疫物资防疫经验上 能够实践台湾Can Help的精神 面对疫情后的全球性的挑战 包括气候变迁 经济及社会转型等疫情 我们同样应该贡献台湾的能力和经验 在大学社会责任的使命上 即将走过半世纪的更新专校 在宜兰深入社区与宜兰县政府合作 有在地的议员与乡镇首长支持 经常可以看见老师带着学生将学习成果 带到乡间 镇内和长辈们热烈互动 国家产业社区化 幸运开战 成功 甘心创新 宜兰农业 赞 赞 赞 甘心专校 一方面将研发成果与地方分享 一方面也将创新产品带到国内外 参与各类奖项的评选旅获夹击 是国内推动USR与地方和世界接轨 越在地 越国际的优质专科学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